每天呢我手个朋友能发大财 五千回首六块习时整包音乐 这一下子能卖350万 我看你这六块音乐啊都比较常见 里边有一块中央 应该是有利润的 350万有点太宽了 我眼瞅瞅 你别连看都没看你就下结论 我这几块音乐都是大有赖的 全是习至平壤 平壤的话这很一般吧 六块音乐这中类倒是挺多的 里边这之间的就是这个 蒋难假身弄 只可惜啊 这个瓶项一板板 还有就是里边还有一块四传达汗 这是四传的菌发笔 笔面状态多少带点财 剩下的这个冤打斗和湛样 其实甲位是一样的 只需要看清楚里边是否带班就行了 我感觉你可以小赚一笔 什么叫小赚一笔啊 我这350万的价格 别人都一进口定乌价了 我这年纪倾情 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350万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不少了 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骗剧 转面给你估高价 你可败信以为真 因为你这都是苍见的币种 如果整只几百万 别人不可能无钱便宜卖给你啊 卖给我的都是农村人 我两个头七十多岁了 他们什么都不懂 给我要把钱 我给他看价看到无钱 你这什么都不懂 无钱买量幸亏不佳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讨欠买到家币来 连整家都看不懂 要拔钱 说明是老梁沟 他还东康庆 你看到无钱啊 那很有可能他们急用钱 咱俩别在这磨叽了 在350万的体处上 再给你游会50万 300万不能少了 你看咱俩说半点了 其实这个价格差距挺大了 如果整只350万 你也不用一下子吐露下来那么多 确实这都是常见的币种 我看您应该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音乐 不然不会啊 天真人认为这六块 一下子能卖350万 我确实是第一次接触音乐 但我也不杀 这个账户还是会算的 零块一期 你给报个价吧 不过你这个运气挺好的 第一啊 你没有埋到夹币 而且从中还能挣到钱 这一定非常难得了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乱包价了 就拿你这个奖难假镇来说吧 你看你这个奖难假镇 党师他给你报多少钱 龙样一百万一个 其他来五十万 一百万 最贵的奖难假镇 说实话给你报一百万 这太吓人了 最贵的奖难牢笼啊 凭像这个样子 他也上不了百万 而你这个奖难假镇 他是奖难系列里边 发现量最多的 就你这个贫乡 也算是同货状态吧 另外刚才这里边 有个四传达汉 其实这个达汉 和冤达到的甲外 其实现在都相当了 好在你这个笔面 多少带点财 只能说 比剩下的这十块 多卖点钱 刚才我说过 就是你这十块 甲外一样 但是在我看了过程当中 发现你这个散见了冤达头 他还是一块带斑的 这个散见 他是不是一般的散见 原大头里边 你看一下 他这个甲鹤这个地方 带了一个藕 这个是藕斑 电信了藕斑 西看 你看还有发石 只不过保浆盖住了 另外这三块 这都是同国大头战人了 七块 总和夹在一起 也就七千多块钱 挺名的意思 这块夹在一起 七千多 对 人家给我三百五十万 你看了半天 你想黑我的东西 你想走了 现在是买买自由 谁也不会给你敲买敲买 三百五十万 比这七千多 他就不是一个概念 更何往现在坐上 都这么捐 不可能一下子说那么多价 刚才我还是给你提醒你 这个顾高价 他其实就是一个骗局 人家啥也没有骗 耐心给我降级 交给他们一千万元的定金 以后把我卖了 早时候还给我 把你卖了再还给你 关键是定三百五十万了 高价 后年八月给你卖不了 倒是你那个一千万元 可能要搭水漂了 钱虽然说不多 但是风刺硬挺强的 一千说多不多 所着也不收 我建议你去实体店 多问价吧 我也不问了 你这保价太底了 我还是去找那个高价去卖 那好吧 那好吧 我还是去找那个高价去卖 这样 是没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